此次疫情,一是波及范围广,目前发现的跨地区感染者绝大多数与旅游团或自驾有关,潜在风险能源的跨地区流动性大,涉及到的省份较多,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。 二是传染性强,本期疫情的病毒为Delta变异株,部分病例的呼吸道样本病毒核酸载量高,提示病毒排毒量大,传播力强,在暴露人群中引起续发传播的风险高。